好 參考一下 假設我想要像這樣的一個新年快樂 可是有沒有感覺它不規則的 有沒有感覺 然後想寫新年快樂 可是字又不一樣的 如果平常我們都是很乖的 聖誕快樂就很的 然後雖然會轉換 可是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你們可以思考我可以 只要一個字 然後我就可以複製做貼上的動作 然後我們來去控制我想要的 所以待會你想要寫新年快樂 那這樣是一個方式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去設計 學會人家的設計 然後自己去感受一下 待會你要的是明年是榮年的樣子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先寫那個榮也沒關係 因為元旦也不一定要放生肖等等的 春等等的都可以 你去設計 我就用最簡單的新年快樂 ok好 待會我想要新年快樂 插入我們的最好用的是它 文字藝術師 點進來 隨便選一個 隨時都可以換 如果你說最一開始不知道選哪一個 你就選第一個就好了啦 ok好 直接打一個字 不用再滑鼠點 因為它這個反白選舉 就是希望你選到它 直接打 好 那你輸入你要的字 虛線變實線 先回到常用 去找你喜歡的字型 捲著快速捲不要慢慢捲喔 好 找到一個你想要的字型 待會隨時都可以改 好 大小大一點 好 只要是字型跟大小 你現在先決定 其他 出題可以先用 其他都可以來到我們這邊 隨時 這次不是圖案喔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隔壁的文字藝術師 如果你現在想要改也可以改 聽懂嗎 我想要改顏色 我想要那個紅色 後面的邊邊 外面的文字外框 文字外框 看你有沒有想要不同的色彩 好 等等 好 那文字的效果 你可以待會再做 光暈也可以 好 那大小 你現在不能夠控制 這個直接這樣控制 沒辦法 因為你沒有利用文字效果的轉換 所以他現在的大小是來到常用裡面去控制 理解意思嗎 好 那如果現在我的大小想要再更大 那你就自己去找到看有沒有更大的選項 數字可以自己打都沒問題 好 當我這邊新年快樂之後 同學 我不要再打 他後面打字了 我想要複製 所以Ctrl按住複製 複製 複製 去改字 好 快樂 快 好 樂 好 同學 待會可以發揮你自己的設計感 這個字我想要大一點 或是哪個字想要大一點 字型又不一樣都可以 如果這邊沒有你的數字請你自己打 聽懂嗎 沒有自己的數字 假設我要110 他也可以 OK 好 那顏色不一定要都一樣 你可以去設計不同的色系 好 你去設計不同的感覺 好 快 好 好 然後那個字的效果有沒有要換不同的 好 這個你自己玩看看 好 噔噔噔噔噔噔好像 好不好 來先學習 只要是字 讓你快速有的就是插入文字衣術師 選其中任何一個不用想太久 因為事後都可以改 大小一定要回到常用 改兩個東西 大小 這個 跟字型 再來 要不要出題 你可以先決定 好的話 通通回來圖形格式裡面的這個 去控制我們要的東西 OK 好 我剛才有用一點點光韻 那你自己去試看看 要不要做這個效果 要不要做反射等等的 好 你去玩看看 好嗎 那待會我們再想看看 有沒有什麼設計感 你自己去 好這個圓跟你有沒有什麼關係 你想要放就隨便放也可以 OK嗎 好來我沒有目前還沒有想法 你們先試看看喔